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频道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种菠菜 菠菜是我们华人最喜欢吃的菜品之一 它的种植也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太多的种植经验 首先了解一下菠菜的种子 最低发芽温度是4度 当然它最佳的发芽和生长温度在15-20度之间 超过26度呢,它就会停止生长了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在夏天或者炎热的季节种植菠菜 否则菠菜的叶子可能会发生枯萎 或者煮净抽苔的现象 菠菜的整个生长周期非常的短 通常在一到一个半月就可以采收了 我们可以把它种在室内的花盆里 就像我们这样,拿一个两加仑的花盆 撒上几粒种子,浇适量的水 放在一个靠窗阳光好的位置 保持室内温度在15-20度之间 过了三天,它就发芽了 然后又经过一到两个星期 它的真叶慢慢的长大 如果有条件的朋友 也可以把它种在室外的地里 只要撒上种子浇上水就好了 在整个的生长周期 甚至不需要额外的施肥 真是太省心了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菠菜的常见品种 菠菜有很多种类型 最常见的有中式菠菜 育空菠菜 球形菠菜 奥林匹亚菠菜 大形叶菠菜 长叶形菠菜等等 我们也曾经尝试种过其中的三四种 但综合来说都是大同小异 共同的特点都是从根部开始开枝散叶 总的来说 种菠菜真的非常简单又省心 不易招虫不易土长 只要温度合适 一个多月就可以采收了 真的是种植新手 一定要尝试的一种绿叶菜 在室内花盆也可以种 感兴趣的朋友就尝试一下吧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